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随时让你打扰 这句话的旁边还有一段当时随手写下的注解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恰好能在需要的时候 找到那个可以随时让自己打扰的人 更多的是把心事咽回了肚子里 慢慢消化在夜深人静里 而今我依然是注解这样的心态 服侍半生 陪伴永远难得 回头望望已经走完的路 那些最艰难 最希望被安慰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一个人咬牙死撑过来的 微信列表里有几千好友 手机通讯录里也有很多或熟悉或陌生的联系方式 但往往想要倾诉的时候翻来翻去 最终都只是作罢 选择沉默着独自治愈 有些人不能找 有些话不能讲 人类的悲欢从来也并不相通 所以就像我之前看到的一段话说的 不要用情可见丰沛的倾诉欲去打扰别人 人人都有自己的月亮 独自涨潮起落 没有人能够完全地做到感同身受这件事 我们偶有共情是为了储存幸运 为了下一次可以透支你的时间 因为陪伴和懂得都很难度 我们就更该小心珍惜那个 愿意把时间给你的人 能随时打扰的人不要很多 一个就够了 在他面前你可以卸下伪装 摘下面具 做回真正的自己 不管你是优雅的还是狼狈的 是无所不能的还是一无是处的 他都不会嫌弃你 那些不能对外人说 不敢说不能说的话 在他面前 你可以畅所欲言 肆无忌惮 也许并不是每一句话都能做出 恰如其分的回应 但他始终愿意倾听你 理解你 并且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你脱口而出言不由衷的话 他能懂 你从嘴边咽下去 欲言又止的话 他也能明白 早上起床忽然发现 牙膏用完了 你可以跟他说说 夜里三四点失眠睡不着 你也可以给他发个微信 情爱欲求 执行难命 我们终其一生所求 其实也不过一个安稳的生活 和一场交线的相遇 世界那么大 生活和现实都要求你当一个大人 要懂事 不准哭闹 不准情绪化的时候 有一个人 就站在你身边 让你明白 你不该 也不必委屈和为难自己 你的开心最重要 这样就足够了 电影 大约在冬季里面 有一句台词说 有些人见三百次都没用 有些人 见三次就够了 认识时间的长短 并不能衡量 一段感情的深浅程度 有的人认识了一辈子 仍然像陌生人 而有的人 仅一面之缘 却可深成生死之交 这一路走来 我们遇见谁 又跟谁再见 向来都是人在风中 聚散不由你我 很多故事一散场 就没了久别重逢 很多人一转身 就是天涯末路 世人万千皆相似 最难有人懂你心 经历过越多 越有体会 人这辈子最怕的 不是凑过自己想爱 缺爱而不得的人 而是错过那个 最想对自己好 自己却不懂珍惜的人 所以一定要明白 你能够随时打扰的人 一定是很懂你 愿意被你随时打扰的人 是真的很在乎你 遇到这样的人 一定一定一定要好好珍惜 慢慢相遇 好好珍惜 茫茫人海 别弄丢那一个 一直陪着你 一直陪着你的人 好吗 我善若安 祝您平安喜乐 深山 は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